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 而在真实的人生当作呢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好命奸 这个男士呢 刚刚得到了今年刚刚出炉的 最佳男配角 金钟奖最佳男配角 而这个女士呢 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 所以各位观众 让我们欢迎阿西阿娇 你好 希望能把我们两个人的喜气 也分给大家 找了贝地阿娇的第二春就是和阿世 不是喔 不是 我都没有你好歹 我怕他怕得要死 拜托 我敢哀气 我不要这种给你啥 對 讲好... 沒關係 观众不会误会了 因为刚才那个阿西就说 很希望大家分享我们的喜喜 我叫第二春就是你们两个 要讲清楚... 各位啊 太亲了 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样 他真的像我自己的哥哥 因为你们两位是老大 大嘛 不过我今天一看到这个阿西 阿西 希哥 我真的要恭喜你 恭喜金钟奖最佳男主角 等一下 我先告一下 有什么好恭喜的 像你的意思 一定是跟我用卡拉拉的而已 沒有啦 阿西 因为你怎么没有去 参加金钟奖呢 你怎么没有在那一剎那 体会那个得奖的是那种喜悦 你怎么没去的 我是连着两三天拍戲 就想起来疼 那一天还拍到下午四点半 一收工之後 在想说 到底是不是要去 就说 回去回去 不一定会对 然後回家睡觉 對 那再睡... 我就一回家 還沒有到床上睡 太疼了 我就旁边沙发躺得很冷 然後聽到一声尖叫 我的小女儿 她就叫出声音來 嚇一跳之后 爸...得奖了 得奖了...OK 好 所以那一天所有的观众 都没有办法听到 陈伯正先生在得奖那一项的 得奖感言 所以不用怕了 今天本节目给你这个机会 再来一次 这个金钟奖最佳南配角奖 得奖的是陈伯正 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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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听听 我们要听听到底这个称伯正 阿希心里面对于这个得奖的 真正感言是什么 三十秒 请把握时间 清差延延的想不到 我们讲正经一点的 除了该感谢的人之外 通通要感谢 那其实我觉得 我得不得奖 並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一定要支持金钟奖 是 是怎样的 任何人得 對我来讲都是很安慰 因為一定是拍了不錯的戏 才会入围 才会得奖 对 几乎入围金钟的戏 跟演员都是拍那种 比较有内涵 对我们的社会 比较有正面的帮助的戏 所以这一点 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够因为 很多的好的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 因为很多好的节目 而改善 改变自己生命的态度 让自己越来越幸福 好 非常恭喜 这个陈伯正先生 你也不说你最感谢的是什么人 你总是要看是要感谢太太 感谢家人 制作人还是伙伴 你最感谢谁 太多了 能够有一部好的戏出来 除了要有工作人员 所有的工作人员 跟我们周边的所有人 包括父母 妻子 儿女 朋友 甚至于连所有的观众 都要包含在里 因为有这样的观众 才会有这样的作品 所以等于是全部了 其实这个阿希 其实从事这个演艺工作 也几年了 将近三十 将近三十年 差不多 所以阿焦你 你算是讲之前的啦 新人 新人啦 用前辈就好 不要加那个老 好...前辈老先生 在大概 应该是有二十多年前了 这个陈伯正还曾经呢 因为一部电影得到金马奖的 最佳男配交奖 对... 那时不是儿子的大玩偶 是对这部 不是... 儿子的大玩偶是入围 入围金马奖 等于是第一次演电影 就入围 所以算起来还算是天才型的 真的 真的有 厉害了 第一次演起的入围金马奖 超级市民 你是因为超级市民 而得到最佳金马奖的男配交奖 对... 从现在... 从现在回过头看 如果一个新人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说 他命还真好啊 对... 对啊 有啊 那今年的金钟奖的影帝 也是第一次演戏 就...有沒有 赵又婷 对... 对... 看到他我就想到我当年了 真的 还真相啊 没有... 但是我不完全跟他一样 对 但因为当年我比他帅 好... 你最想讲这句话 好 所以这个 其实陈伯正在演艺圈 有将近30年的资历了 然后在睽违25年之后呢 又得到人生的这个金钟奖 觉得是一件非常 真的恭喜的事情了 然后跟阿娇的合作 你们两位也... 观众对你们的搭档 印象非常的深刻 台湾熊妻嘛 对... 好 实在你们两个真的贪得 去四季七头有没有 对... 跟他们吃 跟他们搭有没有 对... 你怎么做得出来啦 本性啊 那你为什么主持得好好的 你最后怎么会寝食呢 寝食跟吃的习惯也有关 我那个时候是正好 又接了两三部戏再嘎 好 这不可以喔 对 那如果... 都是戏剧的 那如果是台湾熊妻 还要继续的话 他一定要花两个整 一大早起来 一直搞到晚上 对... 对我来讲 負荷太... 太重 太重了 那就面临选择了 那面临选择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吃的习惯问题嘛 这是你来讲 对 因为哥哥其實 从我们开始做节目的第二年第三年 他就吃素了 你吃素 可是不会啊 我常常看在节目里面大快朵 所以他很迷肉啊 你也是都吃下去了 没有 盛姐 他其实没有吃进去 初期的时候 他还可以含在嘴巴 然后大概喊一口吃掉 然后就不再碰了 可是到后面的状态是 有些东西他已经吃不入口了 那有些东西他吃进去之后 吞不下去 他马上要... 就是一喊咔哈就要去进口 就要去漱口 他已经完全没办法接受了 而且我们节目后面 走到后面的形态是溯源 就是我们今天吃这条鱼 我们就要去钓这条鱼 那这些过程 对哥哥来讲都太辛苦了 我在那边嘻嘻哈... 钓鱼很开心 然后哥哥就红了眼眶 就觉得那条鱼很可憐 他真的还满慈悲的 所以这个希哥你是... 后来是因为宗教的信仰的关系 还有你自己的选择吃素嘛 是怎么有这个转折呢 你有发现什么重大的挫折嘛 还是说你突然有一天 感觉我想要吃素 我不想要再吃这些动物了 其实别人有可能说 什么蝎...蝎蚊啊什么 种种的嘛 我是都没有了 你都没有 对 我是带着我儿子到平林钓鱼 对... 又钓到一条了 那条鱼在水里挣扎 对... 对... 我忽然完全感受到他的感觉 恐怖啦 惊疼啦 无奈啦 怨恨啦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有的复杂的感觉 完全感受到 我想说 靠腰 怎么这样 好 好 我们特别就让这些干净 对啊 好奇怪喔 然后拉起来之后 不好意思 放掉 然后今天钓的也全部都倒掉 再倒到水里面去 从此之后要吃鱼 那个时候的当时那个感觉 然后慢慢的连肉也不吃了 阿希的天才行才艺 竟让沈主播也自暴自弃 不是拿过四年美术冠军吗 蝎蝎 我好羡慕人家很会画画耶 请你不要自暴自弃 不要太难过 不要自暴自弃 对 我们这个节目做了很久 都是两个人一起 那她很怕她突然间 一个人的请职 造成我们这个节目会收掉 就会停掉 那她觉得她这个节目 乱英雄青 这个节目停掉 妹妹就没有生活上的这些依靠 收入等等 所以... 这都你自己讲过的 你何必害羞 真的喔 对 你跟我讲的 真的... 所以为了说要让这个节目 可以这样一直刺下去 对 他希望说 即便说今天她请职离开 都要她认为说 我这个做妹妹可以很独立了 可以独当一面 她很放心说 她今天请职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还会继续 不会造成我生活上的负担跟影响 她才会决定要离开 所以在第一次的第五年 第六年的那个时候 她没有请职成功 那我也留了她 那她也超厉害的 就在后来的三 四年中 她就完全在练功夫 好厉害喔 都没有给你讲话喔 对啊 没有 我来是这样 我们这么久了 你看看 她就是... 她就是对节目整个完全了解 完全handle 一气呵成 包括idea 超厉害的 那是因为她教我的功夫 对啊 如果这个希哥真的多虑了 你看看 现在她这个单飞以后呢 完全解放 有没有 我从来没有看过她 穿得这么性感过 希哥 你以前陪你主持 台湾最新有穿这样吗 你穿看看 有这么新吗 有穿这样吗 有穿这样吗 穿这样 我就不用做了 好... 所以现在这个阿嬌 看起来是更开朗了 对 生活上的主持上面 更开朗之后 才变成别人的女人 对啊 我虽然没有爱上她 至少我还不舍啊 对啊 这队的搭档 我觉得听起来还是蛮温馨的啦 合作的过程 愉快 然后互相的扶持 对不对 到现在呢 都还是好朋友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缘分 其实大部分的观众朋友 当然是透过节目啦 透过戏剧的来认识陈伯正先生 但是因为她在戏中 演的都是一些甘草人物啦 不然就小人物了 不然就很赔名啦 你十四年都这年三年还是怎么 对 从来没有胖过 人家说小时候胖不是胖 我连小时候都没胖过 都没有胖过 到现在维持24腰 真的啦 其实陈伯正小时候 你们是那个北投的旺族嘛 家里的经济是不错喔 算是还不错 算是还不错 来喔 而且你是长孙嘛 长孙那个特别得疼 有没有 稍微说起来不听一下 到底你小时候是多好名呢 我讲几个例子好了 是啊... 譬如说水果 那是在那个时候更难吃 吃得到嘛 对 那我很喜欢吃橘子 橘子 连橘子都很难得吃到 因为我妈妈都买苹果 你说这个是觉得很厉害就对了 有点...有点这个在自夸的味道 就是说其实陈伯正他是好名的 不像是我们印象当中 可能金牌名啦 还有那么甘草人物 都是演那种中下阶层 有没有 很可怜的 从国有来其实很有趣子 只是不容易被发现而已 这是真的 我们今天要慢慢地给人发现 陈伯正有些什么有趣子的地方 其实小时候呢 他觉得还满开心的 因为得疼嘛 家庭环境也不错 对不对 想要吃橘子 可是妈妈都买苹果 对不对 还有 我又想到一个 还有 怕人啊 什么事 那边穿衣服或什么 物资缺乏嘛 你说穿新衣 戴新帽 甚至于有很多 都是过年才有 甚至于有些过年都没有 那至于鞋子呢 打赤脚的一大堆嘛 那我是一定要到鞋店去 特別併做 真的假的 穿起来比较舒服 可是他一小时候就 他定做鞋子喔 可是他现在反差很大啊 反差很大 你知道吗 他后来跟我一起做的节目 那个节目那个皮鞋 他说穿八重 然后有一年 我们鹿儿的金钟奖 他就说 我要买一张新的 他说我也是艺人 最少要两双鞋子 所以你看是一个很反差的人鞋 他说他两双就是 所以你看从小到大 我觉得对于这个阿希哥来讲呢 他其实也有很多的心路历程 不过可能有一件事情 很多观众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希哥 你没有不介意谈这个 就是你小时候有一次 適合逝你的时候 你有一次想像我生病嘛 结果你去嘟一个逆语啦 对了... 把你逆语一个暖七八糟 这段你要讲一下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咳嗽 七八糟 正好有一个 剛剛今天转学过来的同学 看到我咳嗽說 我爸爸是医生 很厉害喔 要不要给我爸爸看 好厉害 这么小就知道 招揽生意 有没有 我爸爸疑心 就到我爸爸那边去看就好了 而且我哥哥比辣 我哥哥就想说 他先来的同学照顧 先甩甘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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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不错 对不对 就到他们家去捧场 不打针之后 看病也能捧场的像话嘛 对 还讲到人了 效果还真好打完针之后 不渴了 不渴了 这么棒啊 然后就开始感觉 上课好像听不太清楚 然后再过几天之后 他爸爸被抓走蜜蜜 他就是... 你让一个蜜蜜看到 对 他不知道用的 不知道什么咳嗽 还是什么蜜蜜 没数嘛 用太重了 藥物伤害嘛 所以呢 咳嗽是不渴了 结果呢 伤害到了太多 所以造成从小就重听了 对 那我们这个年龄层 这个身高算高 我都做最后一排嘛 做最后一排 變成听不清楚嘛 那从此之后 都靠天才上课 还第二名毕业 而且我还可以补充一下喔 希哥的IQ 那时候因为他们要考预官 他去考了IQ是180以上 他是建中毕业的 他是建中毕业的 大家都以为说 阿姨阿姨 外婆跟人家讲假 其实 因为我们以前私底下长辈 都会这样子讲 然后但是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必须讲这个例子 因为这个太经典了 因为这个常常我们 因为我们一起工作太久 他私下都跟我讲那些事 那我都会觉得说半信半疑 你真的IQ180吗 真的 那你真的... 对 你看给他夯夯啊 真的有这么厉害 讲话又讲蘇人家 然后有一回 我们好像在那个... 木雕村...三亿木雕村 那我们刚好进去一间那个采访 那他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匾额 匾额上面写得密密麻麻的 好像是那种... 道德经 老子的 老子的 对... 你看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谁 然后道德经 然后我就站在那边 我就一直发呆 一直往那边一直看... 然后哥哥就站过来我旁边 哥哥就开始 从头第一个字 开始念给我听 解释他的道理给我听 然后希望妹妹可以顿悟 然后在这些过程的... 在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 老板刚好到 到了老板就站在旁边 我们两个就一起受教这样子 就一起听哥哥在讲什么 讲完之后老板 就非常非常感动的说 一句话老板说 因为他那一幅 那个老子的道德经 到现在只有两个人 可以解释得非常地完整 而且把他讲得很透彻 一个就是已经出家的师父 然后一个就是希哥 但希哥讲得比出家师父 讲得解释得还要好 掌声鼓励一下 我听起来也很感动 因为我们要专入一个佛法 或者是一个学问里面 或者是说老子的道德经里面 你是要很花功夫的 而且你要底子要不错 你才能够不但自己了解 而且还能够讲给人家 而且文学教义要很高 所以我一直都很害怕 比方说去问到哥哥 关于任何佛教的事 他讲话会大舌头 对不对 但你只要问到佛教的事 他不会流利得很 而且可以跟你讲到天亮耶 所以你敢问他吗 我都从不敢问他佛教的事 我都说你不要度化妹妹 所以你看看喔 我觉得真的很多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 不同的人生故事 如果不是说愿意公开分享的话 我们可能对一个人的了解 非常地片面 今天我就发现 我对于这个陈伯正先生 阿希哥 我们就有很多形象上的反差 结果人家是大学毕业 而且人家自己自修 什么道德经啦 什么心经啦 佛经啦 你如果真的讀書 看不出来耶 我本来讀書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兴趣 因为中国文学它本身 很有美感 有喔 美感你看 美感 讚 感动... 是因为新歌讲出来 大家才会有这种答应吧 有美感 是... 它不只是有美感 而且它因为文言文很精烈嘛 它可以很简单的几个字 给我们无限的想像的空间 像这种东西 现在的年轻人 从小就是看图画长大的 对 他们如果在文字方面的受养不够 很难有这样的超级享受 哥哥 你没有讲那一段 你要讲你去考那个 美术系那一段啊 你会画画啊 他超厉害的 而且他毛笔字寫得超好的 大家觉得一定很驚訝 感动感动... 对 我是小学六年嘛 拿过四年美术冠军嘛 想象不到吧 沈姐 这个不讲真的大家都不知道 我以为我已经很多才多艺了 想不到今天碰到阿希不行了 你看看 這樣我好羡慕人家很会画画耶 因为我就是画画差一点 但是喔 请你不要自爆 不要太难过 不要自爆自己 对 阿希哥年轻太方了 老婆竟想飞车同归于亲 七个在年轻的时候 有过一段时间是很荒唐的 那曾经就是嫂子 就是开车在后面 然后就看到他的先生 载着别的女生 骑摩托车很拉风 要出去 那嫂子曾经真的有那个念头 想说我要不要一... 就是一加油门一把 就给他撞上去 那刚刚阿焦讲的我就是 本来填写志愿子填了一个 文化大学美食 戏剧系嘛 拿给爸爸妈妈看 两个人都愣住了 愣住了 大概有100个戏组 他怎么偏偏填这个 拌刮蜜的这个 你给我细剧去 好像学刮蜜的 在我们那个年代 是被瞧不起的嘛 然后我妈妈就说 你不是喜欢画画嘛 要不要再多填一个美术系 我說好吧 我就再多填一个美术系 然后要考素科啊 考素科 在师大考嘛 我第一天到了之后 开始等着进教室要考的时候 越看越奇怪 一堆人 每一个人手上 都拿著饅頭 還有一支黑黑的 他想说 那到底是你做什么 你连着都不知道 去给他考美术系 这也很妙 如果饅頭更好理解 大家都刚好爱吃饅頭 饅頭是当橡皮擦眼的 OK 对 那一支黑黑的 到底是三岩膏 我就想不到 纳闷 纳闷 纳闷就趴過去說 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是幹嘛的 幹嘛的 你們說 這個是美术系 畫素描的時候啊 對 探筆 這個是探筆啊 那饅頭就是當作橡皮擦嘛 對 你說這樣子 到哪邊買 對面師大美术社 我說去 然後他跑回來就考了 一進教室之後 他中間是個畫... 是一個石膏像嘛 旁邊周圍就是畫教 對 每個人一個位置 他們就... 朝著石膏像瞄嘛 對 你媽媽的 畫教 不會啊 不會啊 那... 然後我就放在旁邊 把耳鼻鉛筆跟橡皮擦拿出來 好... 打格子 乾脆打格子來畫好了 OK 畫好之後想要交卷 不對 都沒有人交卷了 我第一個畫好了 對 你速度還挺快的 然後我就看一看 再看看 他們的臉怎麼都畫歪歪的 我的罪相啊 對 然後就管他的教 後來成績出來我素描 四個老師都給我滿分 所以他是不是一個天才 我真的... 我覺得我聽得好過癮 因為真的是太精采的故事 而且就說這是陳柏正 他過去的經歷 還有一個反他是呢 我後來在研究那個 阿希哥的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他大學有兩個非常好的朋友 要不然你自己宣布 你大學時候的死打 是哪兩個人 一個是趙順胖胖的嘛 趙順 對 所以 趙哥哥 剛出來的時候 一個胖 一個瘦 對 就是... 又是演綜藝節目裡面的橋段 對... 短劇 耍寶嘛 所以當年就稱... 稱我們說什麼 勞來與哈台 勞來與哈台 對 那為什麼會去演這個短劇呢 又是另外一個 同學嘛 王偉忠 你跟王偉忠是同班同學 他是新聞系的 但是呢 他對戲劇很有興趣 所以他到我們班來修一些課 他真的很厲害 所以那個時候 跟陳柏正在大學裡面 最好的兩個好朋友 一個是趙順 一個是王偉忠 然後加一個陳柏正 你們這三個在一起 會不會很跳痛啊 不會...不會跳痛啊 因為他們幹的事 都是一樣的事情 那看那樣子阿嬌很清楚 他們都是幹什麼事呢 要自己說還是要我大爆料 沒有 其實西哥在年輕的時候 有過一段時間是很荒唐的 因為我跟嫂子也很好 所以嫂子的一些年輕的苦 我稍微有一點點耳聞過 但是呢 西哥其實 在那一段荒唐的時間 因為嫂子真的很容忍 那到最後呢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故事是一個關鍵性的故事 因為嫂子曾經講說 那時候哥哥很愛把妹妹罵 那曾經就是嫂子... 就是開車在後面 然後就看到她的先生 載著別的女生 騎摩托車很拉風 要出去...要出去約會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她已經結婚了 已經結婚了 而且嫂子坐在後面 就是嫂子開著車看到了 那嫂子曾經真的有那個念頭 想說我要不要一... 就是一家油門 一把就給她撞上去 把他們那一隊撞上去 她真的很氣... 就看到自己的先生帶妹妹 這樣子很生氣 後來她就說 就是剛好一個紅綠燈停下來 她後來就是哥哥直走 她就右轉過去 然後她就... 也等於她人生轉了一個彎過去 那轉了這個彎之後 其實後來哥哥就有一天 好像以前就很愛... 好像也是很愛上酒店把妹妹 然後到處留情這樣子 但是有一天不知道 哥哥可以等一下講到 那個契機那個點 她剛好有一個點 半夜的時候 她就把嫂子叫醒 然後就叫嫂子拿了一些集訓 拿加一些錢 然後把全部... 她載著嫂子 就把全台灣酒店的帳清掉 從此阿西洗手 再也不碰這些東西 對 是有這麼一個過程的 對不對 因為那個東西你再怎麼玩 它只不過像輪迴一樣 一次又一次的 你覺得欲望起來想去追求 好 但是過了之後 還是一樣的空虛 空虛 好無聊喔 空虛可能會更大 對 而且幾年都是這個樣子 毫無意義嘛 那很棒 那所以剛才提到那個阿嬌 幫我們帶出來一個 可能是阿西的生命當中 很重要的一位女性 就是這個阿西嫂 這個阿西嫂呢 當年是如何嫁給阿西的人 我的意思是說 那一段經歷好像也很特別喔 你一陣跟她說 還沒有準備要結婚嘛 對不對 那時候還用花心 對... 那個時候好像你玩心還很重嘛 對... 怎麼會決定說 好了 又結婚了 現在怎麼樣 那是因為 肚子裡已經有小孩了 妳是先上車 對... 說也是要補票這樣啦 先上車後補票 那這同時也證明 我身體是健康的 對... 這很煩耶 我們沒有懷疑啊 可是我什麼方式還證明啊 對... 你回去做身體檢查 所以等一下... 所以希哥你的意思是說 你是被迫的囉 這個婚姻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 她也覺得我愛完她也... 她也是沒有安全感 對 那我是覺得說 我想討的老婆 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小孩生出來之後 那在經過這幾個月相處之後 我自己冷靜下來想一想說 其實這個女人的總分 是比其他的要高的 你還打分數 她的總分 所以... 總分 你還算總分就對了 對... 她的愛心啊 種種 她的勤勞啊 忍耐啊 忍耐最重要啦 為了幸福 你就愛真耐 對... 是這個意思嗎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是可以結婚了 然後就把她... 有一天我就說走 我們到北投去洗溫泉好了 然後就帶著小孩 我們一起洗嘛 對 那時候小孩已經生下來了 對... 弟弟 然後到北投去之後 也沒有去洗溫泉 我說我先帶妳到一個地方去 那天是除夕嘛 對 然後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我就抱著小孩到四樓去 四樓去按鈴 然後我弟弟們打開之後 你看說 小孩什麼的 我說我的啊 你... 你做... 小姐 小姐... 小姐... 我說來 我說兩個老的子... 知道嗎 知道嗎 不知道 你抱下去給他們看 他說 我弟弟就抱到三樓去 進去之後 爸... 他說 小孩... 小孩什麼的 對 抱著 對啊 你們做阿公做阿嬤 又... 蛤 你看看 他的男生比真的戲劇 還要戲劇性啊 如今老爸感性告白 阿希婦女 淚灑攝影棚 他都說 我身上流是他的喜 然後姐姐身上流是他的點 因為大女兒是我老婆 前面生的 前面的婚姻 所以她命中本來就是我女兒 你... 除夕嘛 真的耶 你這是驚悚片耶 對於你的父母親來講 真的 很害怕 所以我一點都不心潮 我很保守除夕要帶回家 認主歸中華 喂... 有夠保守的啊 這真的有夠保守的 也不過就是先把小孩生下來 然後也不結婚 除夕當天就把小娃帶回去說 你有孫子了 就這樣子而已 對... 還不保守嗎 有家庭倫理的關係 對... 好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才結了婚 對不對 對 這樣來就是 我剛才有一點好奇就是說 這個希哥就一直總分總婚 好像只有他幫人家打分數對不對 人家就好像都一定會喜歡上他似的 不然請問你 你的分類是什麼 比如說外貌可能是一項 如果你幫女孩子打總分 外貌是一項 那還有呢 賢慧 欣賢 其實... 其實最後他吸引我的是內在 吸引你的是內在 你這樣強調內在也不好耶 我的意思是說 難道嫂子不漂亮嗎 沒有... 因為他現在腫起來了 所以我特地要強調內在 就是讓他有安全感 讓他有安全感 因為內在是不會消失的 所以大嫂就很放心 既然是用內在吸引你 對不對 你就不會失望嘛 這樣說是很令人安慰啦 對 我為什麼會說 那難道嫂子不漂亮嗎 因為各位觀眾你們知道嗎 這個希哥的女兒啊 出落得非常的標誌美麗 我今天才第一次碰到 我就嚇了 我要請她出來一下 她還在見她吧 來 我歡迎 宜嘉是不是 對 宜嘉 陳宜嘉 來...宜嘉 請進 沒關係 請進... 請進 請坐...這邊給妳坐 不會...意外的啦 她以為她在旁邊看戲就好了 我臨時會給她請進來 她是側拍的 今天是陪... 今天是陪爸爸來的 我先請問妳一下 妳第一眼看到的爹是他嗎 妳從小爸爸是這一位嗎 其實我很少看到他耶 妳很少看到他 妳會先說是不是 很嚇人 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妳跟他不太熟嗎 其實我從小的時候 因為他說他那時候得那個 金馬獎的時候 其實我剛出生 所以他那時候後來... 後來那時候 其實他一直都很忙 很忙 所以我很少看到他 對啊 因為那時候爸爸又要工作 又要把妹妹 對 所以他很忙 很辛苦 很辛苦啦 很忙碌啦... 真的 希哥 妳看到女兒長這樣子 真的很漂亮喔 他個子又很高喔 你會很驕傲 很得意吧 又覺得說 我覺得很自然 雖然他運氣好 運氣好 遺傳到你 比較像我沒有像我老婆 你在講什麼 好 因為剛才喔 我們這個大家說說笑笑嘛 然後呢 其實我相信你從小到大 雖然可能有很多的機會 就是說看到爸爸很忙碌 那有沒有一些片段 但是你覺得還滿感動的 就就是說自己的爸爸其實 因為當一個演員 是很辛苦的 他有很多不為人知的這個辛苦 這個宜家有沒有哪一段 你覺得 你覺得有這樣的爸爸 還覺得滿驕傲的 其實我覺得很好的是 他真的就是大智若語 就是他... 他其實很...就是充滿知識 然後我記得我小時候 其實我超不會畫畫的 那時候 因為爸爸很忙 其實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他可能半夜才回來 我們起床的時候他在睡覺 所以其實很少跟他見到面這樣 可是我都會放在他桌上 然後早上睡醒的時候上課 就是他桌上拿 他就幫你畫好 對 那會不會畫得太好 老師也不一定是你畫的 有 每次都是得優 真的有 我每次都得優 結果後來有一次發現 老師想抓我去比賽 結果不行 完蛋 後來...後來就被抓... 我就說... 後來我就直接跟老師 講說是我爸畫 我還記得立刻給我一個釘 他立刻給我一個釘 沒有錯... 所以為人父母 只要引以為健 OK 如果你要幫你的小孩畫畫的話 要稍微不要畫得那麼好 沒有 我只用一成功力啊 這樣喔 是啊 不然你太厲害了嘛 我覺得其實當一個爸爸 尤其是面對一個女兒 其實有很多非常細膩的情感 有的時候她是不太容易 在生活當中表示出來 這個希哥有沒有對女兒說過什麼 比較窩心 比較令她感動的話 她們都算是滿乖滿懂道理的小孩 所以並沒有... 重點是不是滿乖滿懂道理 你要想像從小 其實只要爸爸抓到機會 他可能跟你聊天 就會聊一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基本數是一個小時 可是就是一直在講道理... 講道理 對 講什麼用道理 可是我們從小 從來沒有被打罵過 都是講道理長大的 對 所以妳覺得妳現在 也充滿了人生的智慧了嗎 應該有吧 可是我覺得是應該是我比 同年齡的造熟很多 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我從小就比較獨立 真的 因為爸媽忙 所以其實我從小其實 都還滿一個人的這樣 對啊 其實說感動 其實沒什麼感動的耶 我覺得是她比較容易吧 對 她真的很容易 她很容易耶 她哭點很低耶 對 真的 真的 超愛哭的 她哭點很低耶 她哭點很低耶 她哭點哪一個才會是她的哭點 談到什麼 我覺得她聊到我跟姐姐的時候 容易哭 她都說 她都說我身上流是她的血 然後姐姐身上流是她的墊 是她的墊啊 對 然後她都眼眶紅 對啊 妳講這個 我覺得也很... 真的很煽情耶 對 妳怎麼會想到這句... 妳怎麼會想到這句... 她身上流的是妳的血 然後姐姐是身上流的是妳的墊 妳怎麼會想到這樣 這樣她快哭了 對 她快哭了 真的 她哭點很低啊 但要差不多了 沒有 因為大女兒是我老婆 前面生的嘛 前面的婚姻 對 對... 那你跟她也很好 你跟她也很好 我把她搞哭了怎麼辦 那我是覺得說 我們跟朋友啊什麼 都已經那麼好了 更何況是一個 藉著這樣的姻緣 來的一個女兒 所以她命中 本來就是我女兒 所以妳也一樣很疼惜這個大女兒 非常疼 大女兒今天有來的 有... 超驚訝 你們都沒有跟我講 大女兒在哪裡啊 而且現在爸爸的助理 就是姐姐在幹 都是她 都是姐姐在做的 他們是大女兒啊 沒有關係 我們導播幫我 take一下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才是難得的緣分 而且一個季婦 她會用這樣的情懷去對待 一個妓女 我覺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妓女 I'm sorry 就是STEP DAUTER 就是這樣講啊 對...沒有錯啊 對 有娘再有訪嘛 有娘再訪 馬上認證 我就是這麼好命啊 妳意思是說 妳有時候妳怎麼聽她 妳就是怎麼聽大女兒 事實上呢 基本上是完全平等的 只是因為她的狀況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特別用心 更特別用心 對... 阿嬌熱戀第二春 竟是還是安中計畫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阿嬌 他最近也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嘛 那你對於這個對象 你個人覺得怎麼樣 有一次不然在某個機會 他...他就問說 你覺得人體怎麼樣 他故意好像沒什麼事 只不過問個同事一樣 對... 妳不想來知道嗎 好 我推薦 是這樣喔 不過希哥 我覺得你對兩個女兒 或者是對小孩 有這麼柔情的一面 雖然你不見得講了很多啦 那你對自己的感受 應該有更多的想法吧 因為阿嬌剛才就講說 其實從年輕到現在 作為這個大嫂 她也吃了不少苦 而且她有一段歲月 她也要很容忍你 對不對 你都跟我說總婚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到底你現在對人家比較好 還是說給她感到很感動的地方嗎 我們的鄉主是非常自在的 自在的 現在所以大嫂就不用像以前 年輕的時候再擔那種心了嘛 不用 完全不用了 因為現在的這個希哥 已經進入了人生的 另外一個階段 她自己很自在 很過達 身體也沒有從前那麼好了 這個宜家要不要 對爸爸說幾句話就是說 如果因為...就是說 看到自己的爸爸 然後今年又得到金鐘 我跟妳講很替她開心嘛 她那天就是被妳的尖叫 給吵醒了 對啊 那妳會希望爸爸以後的歲月裡面 可能要特別注意什麼 妳希望爸爸能夠怎麼樣 妳要怎麼樣祝福她 其實我是很希望說 因為我真的覺得身體健康 最重要的 對 身體健康很重要 因為她菸其實菸癮有點大 然後她要吃素 然後... 太瘦了 對啊 然後健康食品 可能叫她吃她會覺得不需要 或什麼之類 所以你看她現在超瘦 她沒有50公斤耶 她超瘦的 所以我只希望說她能吃胖一點 然後照顧身體 對啊 對 那我擔心的是 我吃胖的話 太帥 變太帥會影響別人家庭 真的 妳真的想太多了 真的想太多 妳想得這麼多年都沒有實現過 那妳有沒有對老婆講過 比較窩心的話呢 就是這麼多年來辛苦她呢 妳看看妳在... 因為剛才我給妳講這個得獎感 妳就沒有特別謝謝太太 對老婆講比較窩心的話 因為我曾經就對她講過 我愛妳啊 真的耶 對 那是在她多年來 一直逼我的情況下 對... 對...那我在一個走投無路的狀況下 我只好講出來之後 我只好說 好啦... 好啦...我愛妳 還含乳 像含乳蛋一樣 而且這種 嫂子還常常抱怨 對 她說因為哥哥重聽的關係 所以她很難跟他講悄悄話 如果兩個人想要講一點 什麼甜蜜的悄悄話 然後嫂子跟他講 哥哥就... 然後嫂子就在講第二次 他在... 嫂子在講第三次 他在... 嫂子就... 我不講了 氣氛都被破壞了 你還要講什麼對不對 剛才那個阿嬌也講了很多 就是說他看到這個 陳伯正的阿希呢 這幾年來 其實他對於研究很多的佛法 心經 可以倒背如流 還可以解釋得那麼的好 對不對 其實我們說生活就是道場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學習到的 不管是各種宗教的心法 或者是那一些概念 要運用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嘛 所以事實上那個... 這個希哥呢 也曾經深深的影響了這個阿嬌 因為阿嬌有一段時間 其實也很不如意 比如說上一段婚姻 我們都知道 然後呢 結束了這段婚姻之後 然後一方面再錄那個台灣上親 那時候心情很鬱鬱 說有一次你們去出外面的時候 在什麼地方阿嬌很想不開 結果你叫一名這樣 你會記住嗎 你說救一命那是... 太嚴重了 那是在綠島是不是 綠島 綠島在一個懸崖上 我們拍那個景嘛 然後上面是有一個涼亭嘛 涼亭邊邊就是萬丈深淵了嘛 直接到海了 對啊 那她是走過去靠著那邊看 我...從她側後面看 我就能夠感受到嘛 感受到一個人的壓力 我就怎麼說 你說妹妹啊 跳下去不會比較睡 對... 前面我好像是先講一個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那個時候 想要跳下去 對 哥哥先問我說想要跳下去 因為我那時候整個人是很失魂的 那我其實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其實不知道 那只是站在那個旁邊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是被哥哥的聲音救回來的 因為我覺得我那時候 其實很有可能就跳下去 我自己也沒什麼感覺啊 那我不知道哥哥什麼時候 走到我旁邊來 然後就跟我講說 想要跳下去 對 跳下去沒比較睡魔這樣子 就是那句話就點心眼花 對 等他回過神來 再說第二句嘛 跳下去沒比較睡魔 對...這樣子 其實他不會那種 好像說抓著你很正式 很嚴肅的在談論這些 可是他很...他很貼心 很甜蜜就是 當你在那個關卡的時候 當你這個臉要淋下去的時候 他好像都有感應了 他就會在你那個時候之前 講了某些話 或做了某些事 對 來幫你化解或讓你頓悟 對 然後常常會告訴我 妹妹 想哭的 他就跟我說 這就是人生 我們來這個人生都要淋下去 那這就是你愛淋下去 對 那這個希哥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阿嬌 他最近也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嘛 那你對於這個對象 你個人覺得怎麼樣 是我推薦的 是這樣喔 意思就是說 你有掛保證就對了 我們就是大家一起在工作的時候 我感覺到這個男孩子 不錯 好像對阿嬌有好感 但是當時阿嬌好像不見得怎麼樣 然後有一次不知道在某個機會 他...他就問說 你覺得人期怎麼樣 他故意好像沒什麼事 只不過問個同事一樣 你不會先來才才 選地選港對不對 有功利的啦 所以就知道 就知道說問這句話的意思 是在哪裡 但是... 但是留人期真的是不錯 在這個年齡裡頭 他是很穩定的 那不管是做人處事啊什麼 都是很不錯的 我就說 我是怎麼說 反正我就是... 你講過一個 我到現在也想了解的話 把他的優點盡量講出來 然後說難能可貴 一開始他只是問我 他只是回答我說 我沒有看過他皺眉頭 這個人還不錯 我就很不懂怎麼皺眉頭 為什麼一個人不皺眉頭會好 還是怎麼樣 然後哥哥 我到現在 還是真的不太理解 皺眉頭就表示 你被周圍的環境 任何的人事物所干擾了 你還被他所影響了 如果連眉頭都不皺的話 那就連脾氣都不容易發 他是能控制的 所以他是有定力的 他的性格是比... 心性是很穩定的 比較安定的 並不是浮躁的 是... 謝謝開師... 我覺得這個... 我相信大家對於今天的... 我的這個來賓 以及今天這個節目的人 一定覺得非常有收穫 這也是我做沈真華Live show 最大的這個感想跟收穫就是說 我們通常看一個人實在太表面了 我們如果沒有機會 可以去認識或去了解的話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像挖寶一樣 從他們身上一層又一層的挖出來 我們才發現今天的希哥真的是 有很多的寶藏可以挖的 對... 以後我們有機會真的還要再聽希哥 講一講他人生的一些提悟對不對 就像他可以適時的拉阿嬌一把一樣 對不對 然後他也讓他自己的生活越來越開闊 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阿嬌 謝謝這個大女兒... 小女兒... 宜家一起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祝各位觀眾朋友在生活當中 我們都不斷地去發掘那些 可以讓我們覺得心滿意足的點 我相信每天都存在的 如果你願意你會發現 你會越來越快樂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沈真華我們下次再會了 謝謝各位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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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